南亚洲靠近华人密集区的60号公路 14号下午1点左右 在行经蒙地贝罗斯网蒙市的路段上 发生了油罐车起火的意外 这火势燃烧了相信两个多小时 造成了长达8英里的全线大堵车 所幸无人伤亡 在画面上面我们看到这辆油罐车 燃起了熊熊大火 阵阵的黑烟以及高温 看起来格外的恐怖 蒙烈火势一举将高速公路旁的 大型塑胶看板烧得是面目全非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队 初步调查 这起火原因是因为不明的高温 引发了油罐车着火 而车上两位驾驶及时逃出 所幸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